早安 早安 送走了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梁之後 這個小時剛才已經預告了 要講明天立法會的選舉 請來的就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副秘書長梁重泰 早安 早安 各位 很多朋友打電話問我 什麼一人兩票怎麼投票 明天我那區有很多人不懂選擇 那區有五個議食士 我是不是可以投票五個名字 我說你不要問我 不如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官員 來解釋一下到底明天應該怎麼投票 一人兩票如何投票 好的 多謝美姐 其實投票的方式和以往是差不多的 簡單來說大家明天去到投票站 當然帶了身份證去 去到的時候就把身份證交給的職員 他就會給你兩張票 那兩張票分別代表地區議席 還有一張新增的 大家現在經常都說的 超級議席 那個長的名字就叫做 這個區議會豁湖第二功能界別 不過大家不要記這個名字了 總之就是超級議席 其實兩張票 大家就會看到 如果是地區議席上面的名單 上面的名單 就會是 號碼是由1開始數的 1 2 3 4 5 6 7 或者有些區就多了 多到到十幾都有的 另外那張號碼的名單 就是由8字頭開始的三位數字 801 802 803等等 一直到807 因為今年有7個名單 是在這裏競逐的 其實兩張名單 大家帶到這個投票間裏面 都是分別在每一張的選票上面 在你所選選的名單 那裏有一個圓圈 吸了上面一個梯 那就是各自每一張都是吸了一個梯 然後把選票對接起來 然後就放入投票箱 大家可能會問 那放入哪個箱才對呢 其實在票站裏面是有三個箱的 分別是藍色、白色和紅色 藍色的箱就是地區議席的 地區議席 如果我剛才提到那張的選票 是地區議席那張 當它對接的時候 背面就會有一些藍色的圖案 的花紋在那裏面 所以大家記住很簡單 藍色就放入藍色的箱 如果是超級議席那張 它就是白色和黑色的圖案在上面 就放入白色的票箱 那就完成整個投票的程序了 每一張選票只可以選擇一個 你認為它可以做立法會議員的人 就吸一個 不要打算五個議席吸五個席 那就變成廢票了 沒錯 那張票除了背面 你剛才提到有不同顏色的花紋 那是不是整張選票 正面的顏色是一樣的 還是都是不同顏色的 正面就是如果剛才說 是地區議席那張 即是藍色背面那張 在它那個正面那裏 頂頭是有一條藍邊的 但是這個可能大家說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總之記住一件事 就是每一張都是一個席 然後對接的時候 就很明顯就看到了 就是它背面是藍色的 藍色箱 如果背面是白色 就白色箱 那就搞定了 就是這樣簡單很多了 是的 投票時間就和以往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都是7點半早上 至到晚上10點半 你們姑娘今年那個投票率 和上屆比較會是多點少點 還是上屆45% 這個真的很難猜 我剛剛來的時候 我就再檢查天文台 明天的天氣 就應該和今天差不多 都是風禍日禮的 間中有少少趙遇 但是我看了 那個降雨率 那個比率 就是百分之六十多 我估計大部分時間 都應該是晴天的 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鼓勵和呼籲 所有的選民 是踴躍投票的 好像政府做宣傳不夠多 有些陰謀論 就是政府刻意 就是宣傳少些 等到投票率低些 可能對於 建制派又有利些 也有這樣的說法 當然不是 有些人反過來說 你們已經 這兩天差不多 每個小時都聽著你 說五仔 真的聽到悶 其實我們今年的宣傳 和以往是差不多的 如果說投入的資源 比以前更多 以前是大概 在立法會選舉 即是說大選來計 就是大概三千萬 今年去到三千三百萬 為什麼用多了錢呢 因為我們用的方式 亦都比以前多了 譬如幾年大家都知道 很流行 譬如上網 手機 我們都開發了一些遊戲 在上面 亦都是一些 香港人很常去的網頁 上面都有賣廣告 其餘的當然 我們一路做開的 比如在巴士站 港鐵站 單張 大的橫額等等 這些大家都 我相信都見了很多 譬如 我知道 上海你們都很支持 很多 差不多每個小時的傳播 亦都有很多 創作 給我們更加有創意的 宣傳聲帶 都有幫我們一起宣傳 今年 點票的工作 就是 去到亞洲佛南館 所有的結果 都是那個公佈 沒錯 所有的結果都是那個公佈 其實點票的程序 就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 在地區選區的點票 其實就是在原站 即是那個投票站的地方 當它完成了投票之後 就會變身成這個點票站 這個方式都用了幾年 大家都滿意 而且都可以減省了這個運輸時間 所以今年那個地區選區的點票工作 都會用這個方法 以往也是 如果是這個功能界別的 都會在一個中央的點票的地方 同樣地 我們的傳統功能界別的點票 都是在一個中央的地方做 今年最大的分別 好像剛才提到 就是多了這個超級議席的出現 其實超級議席在法律上 我們的界定都是一個功能界別的組別 所以這方面的點票 亦都是同在中央點票站那裡做 由於這個點票的數量都相當大 我們今年也都需要比較大的地方 去做中央點票站的工作 就會在這個亞洲博覽館那裡做 將所有的功能界別的點票都在那裡進行 就是要運回到大嶼山那邊 然後才點票 那麼多票的話 點的時間就會很長 我們都會盡量去縮短的時間 或者簡單講一講流程 好像剛才說 在每個票站的時候 有三個箱 三個箱當投票時間結束之後 首先在這個票站裡面 就會先開設地區選區的票箱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首先先找找 有沒有一些誤投的選票 誤投的意思就是 那些原本是 應該放在白色箱 或者是紅色箱的票 誤投在藍色箱 先做一個分類 如果有的話 就把它抽出來 然後就把這些誤投的選票 加上白色箱 和紅色箱 一起運進去大嶼山 然後就在那個原站 就馬上數到藍色的票箱裡面的票 那剛才那些 一路送去大嶼山的那些箱 就會在大嶼山裡面分類 分類和進行點票 所以也有人曾經問過 會不會我誤投的選票 就變成廢票 所以是不會的 但是如果是藍色票 誤投去白色箱 那就去了大嶼山 那怎麼辦呢 那不要緊的 因為大嶼山裡面 是一個中央點票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這些情況 就是剛才說的 白色箱 紅色箱 進去大嶼山之後 才發現原來他們之間 也有交叉的誤投的話 這些數目全部在大嶼山裡面 是會分類 以及也會計算 因為你最終宣佈的結果 是在亞洲博物館那裡的 沒錯 那即是地區直傳那些 都是在亞洲博物館那裡宣佈的 沒錯 即是你分區 那個投票站變成怎樣 就是每一個分區 點到多少 就報數 報回去大嶼山那邊 然後就中央 所以如果你到時 在那些白色的票箱 即是超級區域裡面 有些藍色的選票 就拿出來 就對回哪個區 就加進去 是 沒錯 那你估計第一個結果 什麼時候會有 如果根據以往的經驗 就是這個功能組別 如果是選民數字較少 那些機會會高些 因為很明顯 他進入去的時候 數的時間都會快些 那魚龍界一定很快就出現 因為選民數目只有159個 相對應該會 我猜這個 所謂傳統工人界別的數 會快些出 但另外一個 我們在目前較難掌握 就是萬一如果有一些 界別或者選民 他會要求重點 這個時間就比較難掌握 因為如果十點半截了之後 你就要封箱 然後運到泥山那邊 亞洲博銀館 預計要多久才到那邊 我們估計大概 一至兩小時左右 那如果十點半 可能要最遲 最遲就 十二點半 可能十二點多鐘 零晨十二點幾 如果你說只有百多票 那些很快要怎樣 一點鐘左右 應該有結果 如果沒有爭議 大家要明白 剛才紅色箱 我講一個紅色箱 是把所有的 傳統功能界別的票 都放進去 要分出來 所以進去的時候 都有一個手續 就是要把它開放之後 分開去每一個 不同的功能界別 為何要這麼複雜 為何你不可以 做了十幾個 不同的功能界別箱 那就要很多個箱 知其一 很多個箱 三千三百萬都可以 做多幾個箱 不是錢 我想這個不是錢的問題 這個我們可以考慮 現在不過可能 令到工序更加複雜 因為如果你有十六個箱 你就有十六個箱 就點這些 就不用再分 不見了一個箱 那就更糟 他應該相信 他們的運送能力 另外有一個考慮點 可能都相關的 就是如果這樣分得這麼小 某些較小的界別 變成某個箱 可能只有一張兩張票 我們都很緊張 就是選民的投票 所謂的secretcy 那個保密程度 如果分得這麼散 某些箱 可能只有一張半張 就很容易看到 可能你會知道哪個投票 沒有理由的 所以漁漁漁界最少人都有159 那漁漁界你又認識 我又認識 你怎麼會得到兩張票去投 不是不是 我意思是 如果剛才這樣分 一個紅色變成14個紅色的話 明白 就是這樣解釋 不過現在怎麼說都不重要 因為明天已經是 我想這個 這個我們將來考慮的時候 看看怎麼想 所以如果全部都是在紅色 再分開來 然後再怎樣 那就是1點鐘不會有結果 1點鐘就未必有了 那最快是幾點 我想上次的經驗 好像大概去到3、4點左右 第一個結果是3、4點 最多人 最多選民 就是這個我們所謂的超級區議會 超過300萬人選民的時候 就算我們當上架 45%投票也很多 你猜那個會怎樣到什麼時候 這個選舉事務處 就以最快的時間 估計到翌日的中午左右 這個我相信可能是比較樂觀的估計 非常樂觀 不過我們會盡快 因為如果你有百多萬票 你想想 是很厲害的 量是很厲害的 還有可能真的要重點 我們數百多萬票就是重點 因為我們現在還未去到電子 電子點票 電子點票 電子是問題的 電子是問題的 電子是 因為我們看台灣 這麼多人投票 很快有結果 不用我們通宵 但都還未完成 你會不會再簽 我好像剛才羅輝說的 如果電子點票 我的記憶當中 選舉事務處也有研究過 但也有很多技術問題 需要克服 那為什麼人家可以 這麼多年前 已經解決到的事情 我們到今天都解決不了 細節我就不知道 不是太掌握 或者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 不過我看到外國 都不是到處使用電子點票 但是台灣使用 也不是很多爭議 那些候選人很快出來就說 我們也是輸的 我贏了 很快就解決了 那為什麼 不過我不知道 因為他只有兩個候選人 如果選總統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方面 是不是我們研究這方面的科技 是不讓人先走 其實我的理解就是 譬如說以前在外國 都有試過某些地方 用所謂的電子方式 但後來 我想大家也要小心 萬一出現爭拗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可以令人信服的機制 去說回最終的結果 是一個可信的結果 如果用電子方式的話 所以剛才我說的 技術問題要很小心衡量 因為選舉的機制 一定不單止是被人信心 是說一個公平的做法 而且是要被人看得到的 一個制度才可以的 當然說用一張紙 用一個吸引的方式 聽起來好像很原始 為什麼現在很多東西都電子化的 但是電子化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東西看不到的 如果你說要重點或者重檢的話 有很多時候在電腦裏面 是一些數據 或者是一些 大家坦白說 眼看不到的東西 那是不是一個完全可靠 可信的做法呢 所以這個我們要很小心衡量 點票過程裡面 會不會中間 譬如點了五成選票的時候 我又公佈一次一個中間的結果 然後到七成的時候 我又公佈一個七成的結果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安排 讓大家刺激一點 刺激一點 我早就知道是一個初步 我所理解 今年就是 其實我所知道 就是在地區選區來講 一直以來 如果在某一個票站 完成了它的點票 即是該個票站的點票 它是會將那些數字公佈出來的 其實今年我所知 在這個中央點票站 亦都有一個這樣的設備 就是說 某一個點票站 完成了之後 數字會公佈 還有 一路按時間的進展的時候 越多選這個票站 完成了點票 它就會將總數一路加上去 還有公佈出來 那可能大家也會看到 就是那個進度去到哪裏 還有去到那個進度的時候 各個候選人得票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來說 譬如你說 分區每一個區不同區 那個投票站變成點票站 大概有多少個這些點票站 點票站一共有549個 就是在各區 另外有22個在懲教處的院所裏面 另外有3個在港九新界各一的警署裏面 其實分別就是549個 當然是一般市民使用 那22個懲教院所 就是在懲教處裏面的 有一些投票人士 在警署那些 就是萬一在當日有 是受機壓的人士 要求投票 就是在那些地方來投票的